鞋款我都改了 因為配襯的時候 我自己都覺得有少許框架給自己 因為這個款式比較隨便 我一直都想著搭球鞋 搭配隨便的風格 話說是因為自己的鞋子亂飛 在鏡頭看這樣搭配這個鞋子 都好像OK 結果就是穿上身 這樣穿出來的效果都OK 所以就這樣示範給大家參考一下 沒有跳出那個框框的配襯方法 那個風格是跳出的 所以都挺有驚喜的 那這雙鞋再次被讚賞 因為它百搭的程度是一些 偏向稍微一點的造型 你都可以吃得住它的風格 這個是一個粉色的色彩 我現在這個顏色對比比較大 一個mint的薄荷色 一個baby pink 配襯了一個橫色的麻花 整個顏色都是 對比度很大的 因為這些顏色都是比較長一點 這個橫色就軟一點 可以平衡一下baby pink的顏色 除了剛才配襯一個casual的球鞋 之外 也可以配襯這一類的casual少少的紳士鞋 也可以做回一個比較斯文少少 沒有去到lady 當然是 但是斯文少少的一個casual的造型 這個是一個啡橙色的半折裙款 在 voll 沙灰面下不是? 的話就可以逾微裡 今天